拍攝Petra的整個行程我覺得可以大致上分為三段 第一段就是閘口, 至到蛇道入口, 以及去到寶庫 這一段我覺得是第一段, 而第二段是由Tresury 即寶庫開始穿過Petra, 裡面會經過中央大道, 柱郎等等 去到山腳, 這個就是第二段 而第三段就是山腳開始一路上山, 終點就是山頂上的Monastery 還有再上高一點有觀景台, 那就是第三段 而全日的行程就經過第一段, 第二段, 最後就去到第三段 之後還有時間由三, 去二, 去一, 才出去 每一段都帶回我們一個多小時, 全程走快一點, 可能都要走七個小時 所以少一點體力都不夠 為了減輕負擔, 所以腳架我就沒有帶上去 而鏡頭方面也要越輕越好, 譬如我有帶11-24mm angle 和無反的RF15-35, 兩支我就選擇15-35, 因為實在輕便得多 而新款無反的RF70-28mm, 亦都相當輕鬆 因為新鏡只有1kg左右, 而我用開的70-28mm, 防手震那支都挺重的 1.4kg, 節省48g, 在這麼長途的旅程來說, 都是差很遠 沿途風沙都挺大的, 沙塵滾滾滾, 尤其是有馬車經過的時候更加緊要 你可以見到那些塵一層一層地在前面仰過 所以要換鏡頭的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通常我都會走一角 用身去掩護, 快手快腳去活鏡頭, 就可以防止機身入塵 而Canon 無反RF70-28mm的身體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關火的時候, 它是會下跌的, 可以遮到感應器 減少換鏡頭的時候, 感應器會黏到塵的問題 現在我們在山頂進發, 監食完飯 旁邊有條路上山的, 上山那裏有些屏, 然後有些樓梯級 那些樓梯級是山上續舍的樓梯級 今天都算不錯了, 今天天氣不錯, 陽光普照, 涼涼的 不過逛的時候, 水滾好熱的 在上山的途中, 洞穴屋就比較少一點 走的路有闊有窄, 其實有些地方是行樓梯的 而這些地方是比較開陽一點, 就行平路 所以也不是真的太辛苦 只不過路途比較遙遠, 覺得比較累一點 因為走到氣流氣喘, 所以如果拍照的時候 最好都是停一停, 休息一會, 才按鈕 鏡頭內置的防手震, 也幫到不少 如果將來機身都有防手震, 機身加鏡頭, 雙劍合璧就更加一流 上山之路了, 可以選擇坐雷仔 或者好像我看, 走上山 有些雷仔, 可以選擇坐雷仔上去 不過我覺得很危險, 很滑腳 我也是選擇用兩隻腳自己走 那四隻腳比較危險 沿途上山, 越上得高, 景觀就越壯觀 也越大風 而在沿途, 都不時見到小販攤檔 在賣當地的手工藝品 有興趣的都可以買些 在山頂上, 山頂上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建築 也很完整, 山頂的環境就是這樣 遠處少少, 有一個茶檔 有幾支旗在這裏 那個小的茶檔就是這個山頂 我們是終極的地方 打打卡, 喝一杯咖啡, 才下山 現在都上算早, 我們兩點半便上來了 原本預計, 可能三點多才上來 現在我們給預算早了, 回來了 上山頂的Monash拍照, 要早一點 因為晚一點就會沒有光 而我們兩點多鐘去到, 光就剛剛好 除了正面影之外, 也嘗試拿彎角 低角度, 用植物做前景 我們都可以走上少少 用不同的角度去拍這個修道院 在山上, 竟然發現很多疊高的石堆 這些石堆是有足幅的作用 我在北歐拍照, 尤其是在北極圈以內 我們經常見到這些石堆 山上的景觀那麼開揚 當然是拍一張全景 我這張全景是HDR 即每一個位置, 我會拍三張不同的曝光 再有不同的角度, 拍多張合成 這張照片已經用了幾十張合成 現在最後一關, 上這個小山丘 最頂岸的帳篷就是山頂終極 這裏已經上到很高了 這裏比較涼一點, 剛才一樓上來 衣服裡面就水滾, 很熱, 外面就涼 這裏就更加涼, 身裏也沒那麼熱 因為上來, 氣溫低很多 我們繼續向著我們的終極目標進化 就是山頂上的茶檔 也是這次我們想去的最高點 由今早8點在門口 到現在2點多 我們都走了很多個小時 但走一下拍一下, 又不覺得很久 可能我們全程投入拍攝 轉眼眼, 我們已經到終點了 我們終於看到勝利的旗幟 終於到了山頂 哇, 走到腳都遙遠 這個山頂呢, 很開揚 整個大山谷都看到 有點像大鴨谷 其實我們在山頂, 山腳都走上來 所以走到山頂再山頂 都相當難得 最好笑的是, 現在這個雷仔 其實不是我控制的 她是GTS 她自己呢, 我一上了爐 她自己會走, 會去到終點站 所以我控制她不走 這條繩子, 我又不會騎路 現在她自己正在走, 很懂路 唯一控制就是一條繩 這條繩子一拔她便會停 一條繩子一拔她 這條繩子一拔她 她就能夠停止 所以她們可以停止 她們一點點 她們都有屈指的 可以停止 我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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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的風雷 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LIKE我們,多謝各位